HELLO HELLO 見到那個Caption 就知道今天是 分享一下什麼叫 不含一滴水的護膚品 剛剛去完 大家如果有留意Sharon's workshop的 Post 就知道最近去完日本 就談了一隻 純天然的有機 品牌回來 它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其實如果在日本 叫做純天然有機 是很難得到這個認證 但是這個品牌 它已經拿了所有認證 而且它很厲害 說到自己不含一滴水 意思是在護膚品的成分裡面 通常我們看到 成分會有水 BG BG就是丁耳唇 丁耳唇其實是一種 有些防腐作用的 成分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 護膚品都會有這個成分 但是它們這隻牌子 你不會看到 成分裡面有這些 材料 即是說沒有水的成分 換言之全部都是精華 我覺得很特別 就跟你們聊聊聊一下 了解一下它們的產品 這個產品其實我不是 新拿回來試的 已經有大半年時間 試過之後覺得真的不錯 而它的作用 不是說用一次 然後馬上看到效果 不是很堅密的 但是久而久之 你推薦 大概用28天至一個多月 你會看到一個變化 特別是一些 敏感皮膚的朋友 或者女生 我介紹了很多朋友用 他們都打電話回來 說謝謝我 我很開心 很有成功感 不關淺不淺的事 但是幫助朋友 敏感皮膚 經常都一塊塊的 用了它有改善 長期用下去 對皮膚自己本身也會好很多 會水潤一點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起一塊塊 今天先說哪一款 就是最近看到Sharon's workshop 經常都在貼貼的 這款 賓奇步都推介的 潤膚水 就是暖色的 它是藍藍的色 是不是太光 看不到 它是所謂不含一滴水 它是潤膚水 它可以怎樣使用呢 當是爽膚水用之餘 我建議是用一些 當是Mask這樣敷 怎樣做法呢 它好像水一樣 你用一些 譬如說我在休資 沒有印良品 買了一些 好像Mask這樣 一粒粒的面膜 用這個 爽膚水 當Mask用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做 把它 倒進去一個 這樣的容器 裡面 因為它的瓶是這樣的 所以倒出來的時候 就會花一點時間 大概 你倒二十幾三十滴 大概 四五十滴 看看 你喜歡 我就倒了這麼多 不夠就再倒 然後放一顆Mask 放進去 這隻藍色的瓶 是最經典的 已經出了很久 我們一直用這隻 把這顆 放進去 它會發脹的 大家都用過 這個五神奇的 如果覺得不夠 就再加一點 吸光了 還沒可以的 就再加一點 加到你覺得夠為止 OK 在吸光的時候 我講一下 這隻是最經典的 因為連賓奇報自己 都在自傳裡 講過這隻 這隻 潤膚水 他說二十幾歲就開始用了 現在 除了這隻之外 新出了 另外還有一隻 白色瓶 也是這樣用 它的成分 有Albaro 是叫做 我要看這個名字 因為我怕說錯 因為這是新產品 阿爾巴玫瑰 它的香味和藍色 這隻會有不同 但大家都是不太水潤 很保濕的 吸得差不多了 還有一些 我放得多了一點 所以又不想浪費 待會當作爽膚水用 一個紙面膜 然後 就這樣敷上臉就可以了 好像平時敷上臉 敷上臉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成分是全天然 以及剛才說過 是有機農場認證的 而且香港 只有我這裡 還有EON百貨 即是日本品牌那間 那裡有得買 但不是每一隻產品 它們都有的 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可以 如果有興趣 不一定在我這裡買的 你也可以去EON 那裡 讀一下一些產品 真的覺得適合用 才選擇 在哪裡買 其實沒什麼所謂 因為真的好的產品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這樣 其實紙面膜真的很難敷 我自己覺得有時候 因為面型每個人都不同 有時候會彈出來 所以呢 所以就要浸多點水 讓它再黏得緊一點 不要浪費了它 這些位置 可能要加多一點 對了 那呢 冬天很快乾的 如果你不想那麼快乾 就多加多一點 一邊保住 一邊保住 千萬不要一邊敷麻糬 開著冷氣敷麻糬 是很浪費的 所以我又不建議 大家敷著 來開冷氣 或者吹著風扇 冬天就多加多一點 我可能落得不太夠了 對了 就是這樣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們的網址 或者是我的網址 看看 這兩款產品 藍色這款是308元 這款是368元 其實真的很划算 遲些會出一個套裝 就是兩支加上一層 因為聖誕節 繼續留意我們的網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打去我們的熱線 都是在我們的網頁找到的 下一節 看看晚點會不會有些時間 就可以拍到另一張 我們很推介的 可以用來噴臉 噴身之餘 用來噴敏感頭皮的一張新產品 也是同一個品牌的 等會見 是嗎 就是真的 這樣 不是